看看新闻网 那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曾经深情款款 唱着这首歌的 台湾地区歌手黄品源 最近是感情颇为不顺 那前两天呢 我们节目就报道了 他和妻子离婚的消息 最近呢就有台湾地区记者 目击了两人办理离婚手续的一幕 那看来两人的婚姻 真的是像外界传说的那样 走到了尽头 覆水难收了 我的台风 我的台风 不会不干你的事 咦 黄品源这是在说什么呀 什么台风 什么不干你的事 离婚消息爆出之后 黄品源一下子就成为了 媒体眼中的焦点 除了爆料之初的几张照片 黄品源夫妇去民政局 办理离婚的整段视频 最近也被某台湾地区媒体 公布了出来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随后 媒体接连几天 都将注意力放在了 这对刚刚离婚的夫妇身上 不但拍到了黄品源前妻 乌若萍寂寞地坐在路边抽门烟 还在黄品源工作室附近 将她逮了个正着 软磨硬泡之下 黄品源只好在便利店 接受了简单的采访 黄品源用颇为官方的回答 解释了自己婚姻的失败 而当记者一问到执虐杨家兴时 黄品源立刻警惕了起来 去年年初黄品源被拍到和嫩模杨家兴一起出入酒店 随即就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直到东窗事发后的第九天 黄品源才照开记者会进行常青 据他表示 这位叫做杨家兴的嫩模 其实是自己的执虐 被拍当天 他正带着杨家兴去见导演 帮他开拓演艺事业 那时候他说他们在美丽华那边 所以我就跟嘉兴从百货公司做捷运 本来要过去 那导演 我说导演要约哪里 你再告诉我 那因为金姐说他想要做SPA 然后后来他们就决定说 要不然就约在木栏 那所以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就从这个西湖站 下捷运坐机转车过去这样 尽管当时黄品源拿出了 杨家兴父亲的生灵稿 和家庭关系的族谱 但他断断续续的表述 还是让人觉得漏洞百出 导演他每天都在拍戏 所以那一天呢 导演确实跟剧组的人在一起 这个进驻在公司开会 之后呢就去美丽华逛街 事情是这样的 所以你现在问他三天前的事情 四五天前的事情 他也只是有印象 然后慢慢回想才会想起来 他也想说跟剧组人在一起 他直接反应说 在拍戏啊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花莲 每通电话都是在下一个镜头 五四三二那个状况之下 真的没有办法好好接电话 除此之外 记者在调出当时黄品源记者会的 全部素材之后海发现 无论是念杨嘉欣父亲的声明 还是念妻子乌若萍的声明 黄品源时不时的都会露出 诡异的微笑 细皮笑脸的态度 也让整件事情更加可疑 更加牵强 无论这个杨嘉欣是否是黄品源的执虐 他们当天在宾馆外被拍到是否是要去会见导演 如今黄品源和妻子乌若萍离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撇清第三者对于婚姻的影响保护自己的形象之外 黄品源眼前还有另一件大事 那就是孩子以及财产的善后问题 据传言 离婚后黄品源妻子乌若萍将分得价值过亿台币的房产 带着这些疑问 八卦记者隔天又再一次找到了黄品源 明显有些不耐烦的他 只好用即将到来的台风比喻自己的心情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大家听到的那段无厘头的对话 我们大家一样是在这个海上开着自己的船 我的台风 我的台风 不会不干你的事 昨天的家庭状会议看得怎样 那如果你不好当朋友 我知道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互相的支持 关心跟鼓励 有事情 我18号会进房 我们再聊好不好 新闻在线综合报道